新闻香菜 今天都是啥拉近 每天开机玩游戏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嫌者 我是Rico 爸爸 又到了每周的偷闲交战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会整理每周发生的游戏大小事 新闻爆料 新发售的游戏资讯等等 这周的游戏新闻 都是Xbox 的相关消息 有好消息 也有不少坏消息 这一招的坏消息是XBOX从上周开始 就传出了各种不能游玩的宅情 这次的宅情也意外的显示出了XBOX需要永久连线的问题 不管玩家玩的是数位版还是实体版的游戏 XBOX都会需要连上他们的伺服器来验证DRM的机制 另外XBOX预计要在下半年推出的本家游戏Bethesta的星空以及血色降临 也都纷纷传出了游戏要延期 好消息则是以后所有人可能都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 来随时随地的游玩XBOX的游戏甚至连游戏主机都不用买了 Surfshark VPN让我好意外好开心好惊喜 我给各位翻译翻译什么叫做意外 一人购买万家乡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三叔公六省 我全都装不限制装置数量仅此一家 我再翻译翻译什么叫做开心 用途超多涵盖广 跨区买游戏玩游戏Netflix追剧还保护个人资讯 Windows Mac Android iOS Xbox PS5 全都可用 最后给大家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 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或者使用折扣码 The Great Idol 了 可享17折优惠加上额外三个月免费服务 30天保证退费机制 24小时克服赔料 还有提供保护再保护的Surfshark 1 帮你挡住拍咪啊 这就是好意外好开心好惊喜 试试看会上瘾 上星期微软的XBOX 不知道是伺服器出包呢 还是工程师不小心踢到线之类的 网络上突然有一堆XBOX的玩家纷纷开始反应 没有办法正常的玩游戏 如果是微软的伺服器出包 那像是HP或者是云端游戏 这类需要连线验证的线上服务 没有办法正常的游玩 那还说得过去 但是奇妙的是 很多人反应连他们花钱买的游戏 不管是数位版本的 还是实体版本的 全都不能玩 有些玩家甚至还回报说 他们整整有4天完全都不能玩游戏 原来这似乎是XBOX的DRM认证机制出了问题 XBOX SUPPORT的推特页面 最早是在5月7号的时候证实了有这一项问题 然后很快的16分钟之后又再次发文 说问题已经修好了 大家快乐的去玩游戏吧 但实际情况似乎没有官方想的那么乐观 XBOX SUPPORT的推特页面在接下来的几天 就不断的在 我们发现问题了 我们解决问题了 我们又发现问题了 我们又解决问题了 打我笨 这样的死循环中 一再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最后到了5月12号才似乎完整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XBOX这次出包呢 玩家们才意识到 原来在XBOX上面 就算是玩单机游戏 也需要经过DRM的认证 数位版权管理机制 简称DRM 简单解释的话 大概就是装在游戏中来防止盗版的认证机制 微软其实从2013年XBOX ONE的时代 就打算想要把DRM实装在所有的游戏当中 要求所有玩家就算是玩单机游戏 也一定得连上线认证 透过这种必须永久在线上的DRM认证机制 就算是玩家把单机的实体版游戏片卖出去 微软可以侦测到第二首的玩家 然后再跟他们收取 额外解锁游戏在其他XBOX上面玩的费用 那想当然了 这个对玩家不友善的政策 玩家当然反弹超大 对手索尼还因此拍出了最经典的宣传广告 那最后微软也看情势不对了 马上就决定来个大回转 但是没想到在过去的十年中 这种所有游戏都必须经过DRM认证的机制 还是被微软给悄悄的装在了XBOX上面 不过目前微软的DRM机制 比XBOX宣布的时候友善了很多 二手片再次收费这种事情 是不太可能会再发生 而且还是有绕过这个机制的方式 那就是把XBOX设定成主要XBOX 只要把自己的账号关联到主要XBOX 所有已经购买的游戏 只要下载下来都可以随时离线游玩 可是想要设定成主要XBOX也是一定得连上线 所以要趁有网路的时候 赶快先设定好 以免微软哪天伺服器又抽筋 或是工程师的脚又不小心抖了一下 这种XBOX变砖快的事情又有可能会发生 那后续从专门验证游戏 是否可以离线游玩的一个网站 Does it play? 嗯好 在推特上的贴文有提到 根据他们的统计 任天堂有99.9%的单机游戏 Sony有大概4%的单机游戏 都是下载了之后 不需要再连上线就可以游玩 这种单机游戏 因为没办法认证而无法游玩的状况 似乎是微软XBOX才会遇到的问题 但这次根据我们自身的经验 以及身边XBOX用户的朋友反馈 亚洲似乎是几乎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微软如果还是不打算改变这种DRM机制的话 未来也是很难保不会遇到 要是哪天微软的工程师心情不好 想要报复社会 那大家就只能一起收追啦 XBOX近期诸事不顺 在游戏认证机制出爆的问题之后 又有坏消息传来 Bethesda旗下的重点游戏大作 Starfield 星空跟Redfall 血色降临 这两款即将有可能在下个月的游戏发表会上面 登场的游戏都正式宣布了延期的消息 开发商Bethesda在公告中提到 开发团队对于星空以及血色降临这两款游戏 有非常非常多想要做的内容 但是为了确保玩家可以玩到最好最完整的版本 我们决定要将两款游戏延期到2023年上半年再推出 最后还提到 非常快就会跟各位玩家分享游戏的实际画面 那这大概就是在暗指说 虽然游戏会延期 但是下个月微软的发表会上面 玩家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两款游戏的实际画面 几年前听到期待的游戏延期 有时候还会keepupup的形态出现 现在听到游戏延期 感觉好像也是见怪不怪变成常态了 只不过这两款原先预计在2022下半年推出的 微软本家大作 也是Bethesta B社在被微软收购之后 第一次在主场推出的游戏 两款一起延期的消息一传出来 就不禁让人开始担心 XBOX整个下半年的游戏阵容还剩下哪些游戏 还是说又得靠第三方的游戏 跟XBOX的超高性价比再继续撑一年 如果不算上还没有正式买到的动势暴绝 微软一路买买买买到现在 手上也已经有23间游戏工作室了 负责管理所有XBOX游戏工作室的 在去年6月受访的时候也曾经提到 因为开发一款游戏至少都需要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微软的目标是希望能让手上的这些本家工作室轮替 保持着每一季度都至少能推出一款本家的新游戏大作 但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感 微软似乎还没有办法稳定的保持新游戏从产线上量产出来 微软的XGP虽然很超值很划算 已经是市面上性价比最佳的游戏方案 但是最能吸引玩家注意力 玩家最期待的东西很大一部分还是每个游戏的平台上面 那些投入了最多的资源最新的技术所做出来的独占游戏 就有点类似灯会里面的主灯一样 门面要好看才能吸引到更多的玩家进场 去年下半年微软感觉就很凶很猛 像是要大反扑 陆陆续续推出了好几款游戏大作 结果一到今年2022年一整个就熄火 几乎完全是靠第三方的游戏在撑 本家游戏不是无声无息 就是传输开发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消息 像是3月份的时候就传出正在开发的腐烂国度3的Undead Lab 有管理不善的问题 不久后正在开发神鬼寓言的Playground工作室 也传出因为他们的团队 过去没有做过RPG游戏的经验而导致开发的进度缓慢 感觉微软还要个好几年才能调整到他们预想的那样 火力全开大作一个接一个不停的丢出来 那今年在扫掉了星空跟血色降临这两款游戏之后 下半年基本上除了之前在PS5上独占的死亡循环 独占时间到期之后会在9月左右登上XBOX跟XGP之外 好像也就没有什么已经宣布本家的游戏大作预计会在今年推出 很期待6月的线上游戏发布会 看看微软会不会断出什么惊喜压想宝 来填补下半年的这个空缺 还没有入手XBOX的各位玩家 微软接下来不打算等你们来买他们家的游戏主机啦 而是要直接找上你家的大门 应该说是直接找上你们家的电视 根据外媒GameSpeed的报导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微软会推出类似机上盒的产品 来让所有的电视都能够直接升级成能够玩次世代游戏的XBOX 这东西的大小可能就类似于亚马逊的电视棒 或是微软初代的无线接收器一样 可以让用户安装各种的线上隐私APP来看电影或是追剧 同时还可以透过HGPU的功能 来云端游玩所有XBOX游戏库当中所支援的游戏 如果已经有Samsung智能电视的用户 甚至可能连这个额外机上盒都不用了 因为微软跟Samsung正在密切的合作 共同开发可以内建在所有Samsung智能电视当中的APP 而这个APP同样也是会在一年之内推出 虽然说微软的XBOX在三巨头的游戏主机当中 销量一直是敬陪莫作 但其实微软并不太在XBOX是否有卖到第一名 有当然最好 但是没有也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微软在这个世代 目标一直都不单单只是在游戏主机市场上 而是把卖游戏卖主机的重心转变为卖服务 XBOX Series X 跟S 还有PC 等于算是在累积XGP用户的基础数量 随着订阅的用户越来越多 愿意加入订阅服务的游戏商也就会越来越多 而XGP游戏库里面的游戏 也就因此能累积更大量更优质的游戏 等到养的差不多之后 接下来微软才要展开他们的下一个计划 XBOX Cloud Gaming 云端游戏的杀手键 这时 微软的真正目标 就是变成所有人客厅里面的电视 以及手上的那些手机跟平板 玩个游戏就要跟线上看电视追剧一样轻松 不需要额外再买一台游戏主机 随时在电视前面打开就可以马上游玩 或是玩到一半转到手机躺在床上爽爽玩 电视上的这个机上盒 甚至还能充当多媒体娱乐平台的功用 整合所有的电视频道串流平台 影音社群平台等等的 XBOX的手把控制器就变成像是遥控器的存在 让用户在包括游戏在内的各种娱乐选项当中任意的切换 其实多媒体娱乐平台的这些功能 以及前面提到的DRM机制 都是当初XBOX ONE 刚推出的时候微软想要力推的东西 结果玩家的反弹太强烈 最后都只好作罢 没想到最终在近十年后的今天 微软还是默默的以更渐进的方式 达成了当初想要达到的目标 正不愧是羊讨杀 至于这个机上盒的价位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资讯 但是估计应该会非常的便宜 毕竟便宜的游戏主机 已经有Series S可以当扛把子了 那机上盒一定得超级便宜 才会有让一般用户入手的欲望 说不定微软会用像发糖果的方式 几乎是免费的方式随便大放送 像是譬如说只要买一年的HP卡 就送一台机上盒跟一只XBOX的手把控制器 反正微软现阶段本来就不太在意 玩家是否以原价来订阅HGPU的服务了 就连微软自己都留了官方认肯的漏洞 来让玩家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订阅HGPU 所以如果玩家是以原价来买一年的XGPU卡 那就算送机上盒跟手把看起来他们也不算亏 而且目前微软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是藉由这个机上盒服务推出之后 把XGPU的订阅人数再往上冲一波 以倍数的方式成长 进而让卖服务所产生的收入 能支撑他们游戏的开发 甚至是能盈利 或是买更多更大更狂的游戏 放入HGPU的这个服务当中 不过讲了那么多XBOX Cloud Gaming 云端游戏的服务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还玩不到 不知道到底何时微软才会推出 记得之前曾经有网友留言过说 微软正在盖伺服器 马上就快盖好了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各位有小到小许 都欢迎留言让大家啪个啪 或者是私讯给我们 来个不具名的爆料 也可以 私信真的是很期待很期待 能用云端随便玩游戏的那天到来 影片看到这边 希望各位可以拉开下面的留言 看看其他的观众留了什么 如果有喜欢的 讲到自己新卡里的 麻烦顺手帮他们按个赞 感谢各位的帮忙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好笑的 要继续看下去才不会错过 那接下来按照惯例 打一个不是广告的小广告 过去我们就曾经介绍过 Google的线上美术馆 不定时会举办一些很有趣的展 这次要介绍的特展 是许多人可能都会有兴趣的 日本漫画特辑 可以依览12世纪至今的 日本漫画进展历程 完整介绍了漫画的起源 以及怎么进展到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漫画状态 另外还会介绍许许多多的 著名漫画家 以及推荐了各种 以漫画为主题的博物馆 可以让大家来加入口袋名单 看看如果手痒 甚至还可以透过AI技术 自己创造出漫画角色 点击我们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看不懂英文 也可以点击下方的Google翻译 就能够自动把整个页面翻译成中文 不是广告的广告 就先到这边 这里要感谢微软官方以及企业 每周提供两张14天的Extribute卡 来给偷闲交战的观众做抽送的活动 抽送很简单 只要在下方留言 针对本周的任何一篇 游戏新闻趣闻做评论或感想 就符合抽奖的条件 详细相关的隔壁者 以及开奖的时间 我们会放在制度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过去的一周 有哪些新游戏可以玩 Warhammer 40k Chaos Gate Demon Hunters 战锤40k 混沌之门 恶魔猎人 这是一款玩法跟XCOM非常相近的战旗游戏 有回合制的战略 也有RPG的角色扮演成分在 玩家操控的是星际战士中 最强大的战团之一 灰骑士 游戏中可以升级作战基地 建造新的设施 调查奥数秘密 并且在众多的星球之间 四处征战来防止混沌军团的瘟疫扩散 玩家指挥的灰骑士小队 可以学习各式各样的技能和灵能 还能解锁各种强大的装备 来与敌方战斗 战斗的破坏系统很过瘾 拆墙 拆门 拆雕像 最爽快的是终于不会有99%命中率 结果miss的情况发生 拔掉了随机性 玩起来就是爽 只要是在游戏的范围内就一定射得到 最终造成的伤害就取决于距离跟掩体 喜欢XCOM 或者是战棋游戏的话 就赶快一起来小中帝皇吧 Augen Chronicles Rising 白英雄传崛起 是由幻想水浒传的原班人马 所打造的精神续作 一款横向2.5D动作RPG游戏 还有城镇升级元素 游戏的地图场景做得相当精美 音乐也很不错 故事是从一场大地战之后开始 在辛尼威亚镇的偏远边境埃拉拉 发现了符文古墓 吸引了世界各地追求财富的商人和冒险家 玩家扮演三个命运相连的英雄 判险家CJ使用斧头攀爬和冲刺 兽人用兵格鲁是用巨剑大开大合 击退敌人 年轻的副市长依夏是使用远距离魔法攻击 我们控制这三人之间来回切换 利用各自的特长击败一个一个难缠的敌人 战斗的难度算是蛮简单的 游戏也不长 大概10个多小时就可以通关 售价非常的亲民 而且也有登上XGP Salt and Sacrifice 言语献祭 则是一款2D的类魂动作游戏 很适合那些喜欢受苦受难的玩家 游戏的美术风格很有自己的味道 视觉上面像是单纯的水彩化 但朦胧的特效增添了一种另类的神秘感 战斗系统也很出色 刀刀见血 拳拳到肉 处决敌人的时候 番茄酱还会喷了整个画面 那既然是类魂类游戏 各种长相奇形怪状的BOSS战 当然是少不了 战斗的难度虽然不是非常的难 但毕竟还是类魂类游戏 所以等要记住各种敌人的粗招 才不会被压在地上摩擦 游戏可以跟朋友一起连线 看是要互相PK还是要一起闯关 都没问题 目前推出在PS4 PS5以及PC上面 PC的话目前只有EPEC的平台上面有 又到了每周的游戏趣闻时间啦 VR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玩过 但应该都知道 目前VR可以体验到的触觉回馈 还是非常的有限 通常都是手上控制器的震动 或是未来像是PSVR2的头盔震动 Future Interface Group的科学家们 就设计出了一套系统 可以用超音波的方式 来提供玩家嘴唇 牙齿 甚至是舌头上面的触觉回馈 那讲到这边 一定马上就会想到 这应该是可以用来做什么色彩的事情吧 以后的VR女友是不是有望啦 但真的是太傻太天真了 有了这么酷炫 这么有前景的触觉回馈 这些科学家们第一个想到的体验 居然是模拟触碰到的蜘蛛网 甚至是蜘蛛跳到嘴上的触感 最扯的是 还拿照明弹射爆蜘蛛 然后体验被蜘蛛爆炸之后的 致意颜色的快感 诶 不对啊 你们是不是搞错什么了 这个射与被射的对象好像烦啊 好了 本集的偷闲交友战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观看到最后 如果方便的话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小铃铛 想要follow最新的游戏消息 或者各类的游戏新闻 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来获得最新的资讯 我是Riko帕帕 我们下周见 拜拜 在加拿大求学的时候 那边的多人人种很平常 某一次同校的同学要一起去一个地方 想说大家一起分担计程车的钱 比较划算 整趟车程也比较舒服 不用搭公车在那边转来转去 共乘的两个人 我跟他们其实不合 也不是说不合 就是玩的东西不一样 他们是学生时期那种所谓的酷小孩 就抽烟喝酒跑夜店 我就是打电动看电影 计程车司机是个印度人 在车上的这两位就一直用中文在讲什么 阿三 阿叉 咖喱糊臭 然后一边讲一边笑得很夸张 我就只是礼貌性的保持微笑而已 也没搭过话 结果车开到一半 司机忽然发飙 停在路边 对我们大吼 Get out get out I know what you talking about You keep saying I sign I sign Making fun of me Get out 然后我们就被丢包在高速公路上面 没有手机 整整走了三个小时才到第一个公车站 爆干热 爆干累 爆干气